401 这是出租汽车经者聘用未取的从业资格证的 就是聘无证 聘无证是多少呢 这是罚款5000到1万 这是对的 咱们说聘未诸公用人工资是1000到3000 而聘未注册的是5000到1万 OK 如果情节严重是1万到3万 这是正确 402 出租汽车驾驶员办理注册后 将从业资格证交由出租汽车经营者保管 这很明显是错误的 这是自己保管 403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为乘客购买成员人责任险 这是错误的 不是驾驶员 是平台公司 403 国家鼓励巡用出租汽车 实行规模化 集约化 个体化 再错在个体化了 应该是公司化 405 驾驶员有私自转包进行等违法行为的 巡用出租汽车经营者 予以纠正 情节严重的 可按约定解除合同 证确 406 巡用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通过建立T班驾驶员队伍 减免驾驶员休息日经营承包费用等方式 保障出租汽车驾驶员休息权 证确 407 巡用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合理确定承包管理费用 可以适当向驾驶员转嫁投资和经营风险 当然错误 408 巡用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根据经营成本运价变化等因素 及时调整承包费标准或者定额任务等正确 409 巡用出租汽车经营者如无法继续从事经营的 可以将经营权转包给其他驾驶员错误 不能转包 410 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一律实行期限值 不得再实行无期限值 这是正确 411 出租车驾驶员私自改装调整机加器造成机费失准的 这就属于问题非常严重的了 所以这是扣20分正确 412 未按规定携带从业资格证件 这是未带 未带是扣1分的 他说扣3分当然是错误 413 出租车驾驶员注销注册的申请 应当待于出租车经营者解除劳动合同 20日内向原注册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分提出 OK这是正确的 主要注册是20日 咱们说停满是30日 414 服务质量考核 基准分值是20分 另外加分分值是10分 计分周期12个月 从初次领取从业资格证件之日起计算正确 4145 取得从业资格证的出租汽车驾驶员 应当到发政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从业资格注册后 方格从事客运服务正确 4146 再说的就是 3927 就是从业资格证超过一年为申请注册的 注册后应当在一年内完成不少约27学识的积蓄效应 417 外地乘客乘坐出租车室询问驾驶员当地的封定名声 等于目的地无关的地方驾驶员可以不预理睬 当然错误 418 出租车驾驶员变更服务单位 如变更服务单位所在区域 与驾驶员取得从业资格证的服务区域在同一区域的 出租车驾驶员应当按照本规定第18条的规定 直接向所在地原注册的出租车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重新注册正确 419 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有效期为6年 错误是3年 420 从业资格考试全国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成绩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期为3年 这是错误 因为不是说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而是公共科目全国有效 区域科目区域有效 421 全国公共科目考试成绩和区域科目考试成绩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这是错误了 公共科目公共有效 区域科目区域有效 422 取得从业资格证件 但在考核期内未注册赛稿 那仍去参加考核 这个是错误的 他既然没有注册 考核也没有意义 所以没有考核 423 说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 424 实用服务际语的 实用服务际语的 这就属于三招 四光扣三分 属于这三招 所以扣三分 正确 425 从事出租车科目服务时 可以不携带从业资格证 从业显然错误 得携带 426 违反考核指标的 一次扣除分子分别是 一分三分五分 十分二十分 扣除零分为止 正确 427 不按规定 着装仪容 仪表不整 这属于三脏四光中的三脏 扣三分是正确的 428 聚载甩客 应该扣十分 有溢价 故意绕到的 扣五分 这是正确的 429 出租车驾驶员可以在 核定的范围外 从事经营活动 错误 不可以 430 不按规定 携带从业资格证 无一办理注册手续 驾驶机动者 从事经营活动 聚载 溢价 途中甩客 或者故意绕到行驶 出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 这是正确 这是咱们法规的内容 431 出租车驾驶员应当在服务系统 信誉考核中期 届满后30日 这就是停满30 所以是正确 432 服务质量考核分值 即是零分 在即是零分的15日内 到 同学资格管理档案所在地 有培训资质的机构 接受不少于18学识 这就是01518 OK 正确 433 未经乘客同意 故意绕到的 扣除5分 这是正确的 434 申请人跨区域从业 其全国公务科目免事 只需要补充 参加当地的区域科目考试 这是正确 435 出租车资格证 颁发以后 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区域 进行出租汽车营运 这很明显是错误的 436 出租车驾驶员在注册期内 应当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 证 437 有十斤不美 协助查处违法行为的 加三分 这就是咱们的口诀 三斤茶 正确 438 出租车驾驶员 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受到刑事处罚 且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不予延续注册 正确 439 出租车驾驶员 在课结束后 不给乘客专用发票的 这是扣五分 这是正确的 就是 约而不枉 废票也的票 440 违反法律法规 参与应养社会公共秩序 损害公共利益等停评行为 拒绝依法接受检查 又来个法 私自改装调整 计较机架器 造成机架失准 未取的出租车营运症的 加车辆 三次从事出租汽车 经营活动的扣二十分 这里就 就是咱们说的 王政法加价二十的法 还有非常严重的 私改机架器 这是扣二十分 正确 441 出租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自2012年10月1日起实施 错误 这是2016年的 从2016年10月1日起实施 442 考核周期内 出租汽车驾驶员 有20%以上 服务质量信用 考核等级为B级的 这个企业的考核等级 也是为B级 这是正确的 443 巡邮出租车和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 应实行错误发展和差异化经营 为社会公众提供品质化 多样化的运输服务 正确 444 网约证明的公司 应该按照规定 确定继承机架方式 不得有不正当价格行为 445 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 包括巡邮车 从业资格和网约社的 从业资格 证据 446 网约车的驾驶员 注册通过出租汽车 经营者向发展机关 所在地 出租汽车行政出管部门 报备完成 证据 447 网约车运驾 一律实行市场调节价 这是错误的 因为 如果政府有必要实行 政府调节 那得政府调节 448 网约车运驾 实行政府定价 城市人民政府 认为 有必要实行 政府指导价的除外 这个是错误的 网约车运驾 实行是市场价 但是 如果城市人民政府 认为有必要实行 政府指导价的除外 原话这么说才对 449 网约这边的公司 承担承运人责任 应当保证运营安全 保证乘客的合法权益 450 网约这边的公司 暂停或者停止运营的 应当通告 提供服务的车辆 所有人和驾驶员 正确 451 网约这边的公司 应与驾驶员签订 劳动合同或者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正确 452 网约这边的公司 在提供网约这服务时 应当提供驾驶员的姓名 照片 手机号码和服务评价结果 以及车辆 牌照等信息 正确 453 网约这边的公司 不得妨碍市场公平竞争 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 而以低于成本价 运行扰乱正常的秩序 这是正确 454 网约这边的公司 和驾驶员 可以向第三方 有偿提供驾驶员 约车人和乘客的 相关个人信息 当然是错误 455 任何企业和个人 不得以私人小客车 合成名义 提供网约这边的 经营服务 这是正确的 456 网约这边的公司 和驾驶员 不得通过 未取得经营许可的 网络服务平台 提供运营服务 正确 457 网约这边的公司 以及网约自得驾驶员 违法使用或者泄露 约车人乘客个人信息的 有网信部门 处以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这是正确的 咱们的口诀就是 写封信 两手签 458 网约车只要行事里程 未达到60万千米 就可以允许经营 60万千米 只是其中一个条件 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有没有达到8年 如果达到8年 就要退出 459 使用年限达到8年 但行事里程 未达到60万千米的网约车 应当退出经营 正确 460 除小V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外 其他小V型营运载客汽车 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 应当按照该类型 营运载客汽车报费标准 和网约车报费标准中 先行达到了报费标准 进行报费 这是正确的 461 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 应当依法经营 城市手艺 市场定价 注意注意 这四个字 市场定价 优质服 错就错在了 市场定价 这考起来有点像 有问题是吧 462 巡游车和网约车 应当配备 统一的巡游车 标志顶灯 空车带渡标志 继承机架设备 很明显是错的 网约车 没有这个顶灯 没有这个标志 没有这个设备 463 驾驶网约车行驶中 制动突然失效 使用驻车制动器辅助时 可将操作杆 依次拉紧 这一次拉紧 这车 策划了 甚至翻车了 所以是不可以的 464 空气率清气菜舱 会阻碍空气畅通 从外减少燃油消耗 错误会增加燃油消耗 使用骨网红油消耗 词操作杆 抹方式 1 3 2